好,来讲大一输入法 那如果在我们的系统里面 你要增加大一输入法 要怎么去处理 因为大一输入法是商业软体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公开给所有的使用者去 下载或者使用 那在我们为电脑教室调的版本里面 你可以在输入法里面按右键 选择设定 选择新增 这边就有大一3码跟4码 你选择,假设我要大一4码按确定 大一4码就出来了 然后按关闭 那这个时候你的输入法里面 就会有大一 这里就会有大一输入法 这样就可以使用大一输入法 注意这只有我们为电脑教室特调的版本才会有 那也没有办法在网路上公开这样子的做法 那使用者就请见谅 那我们在我们的 新北市里面的电脑教室 如果你要使用可以这样子去采用 那么 谢谢观看